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语言也能够表现出来 莎士比亚的语言就是非常的深刻 但是罗密欧与朱利亚这两个人一见面 那个语言是完全和这个语言就不一样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英文的 中文的 这是一见真情 一见真情的这个语言了 罗密欧首先开始了 他在一舞会上两个人见面了 要是握着苏手上的尘污 亵渎了你的神圣的妙语 这两片嘴唇含羞的信使 愿意一吻祈求你的玉树 然后朱利亚说 信徒我把你的手误辱 这样才是最虔诚的灵性 神明的手 本曲信徒接触掌心的密合 远胜如新闻 罗密欧说 生下的嘴唇有什么应处 朱利亚说 信徒的嘴唇要祷告神明 确实如果翻译成汉语的话 大概就有很多的地方是读不出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还在读原文 我们看这个原文 首先它是什么呢 十字行诗 十字行诗又易商赖体 是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 最初流行于意大利 比特拉克的创作时期真于完美 又称比特拉克体后传到欧洲各国 莎士比亚的诗作改变了比特拉克的格式 以形象生动 结构巧妙 音乐性强 启程转合自如为特色 常常在最后一副对剧中概括内容 点名主题 表达出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怀 这是这个莎士比亚里边最漂亮的十字行诗了 它也是押韵的 当然它是前面是有押韵 后边它有韵律 后边押韵 一阳格 五步时运 然后押韵 我们看这个后边 Hand Hand Stand This Kiss Much Touch This Kiss 然后下边 To To Do Prayer Despair Seek Take Purched Urged Took Book 这个语言 韵律的 真是韵律非常非常美的这种语言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什么特点呢 这十四行诗是两个人合作的 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个人合作的十四行诗 罗密欧先用了一个什么呢 四行诗 我刚才提到的Quadron 四行诗 朱丽叶马上又用了一个四行诗 然后呢 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个人共同的是 做了一首六行诗 Sestat Sestat 所以四加四再加六 那么它是一个十四行诗 而且莎士比亚 关键是最后呢 它还没有完呢 就是这个十四行诗是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 十四行诗到了第十四行诗的时候还没完 后边呢又有两个什么呢 双行诗 双行诗 所以这个文学形式非常重要 文学都是靠着形式来表达思想 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 所有东西都必须有形式的 所谓传统就是形式 没有形式囊有传统 这传统都是靠着积淀的 当然你可以创新 就比莎士比亚就是创新 它在十四行诗 以前有十四行诗 但是呢 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创新 这真是一个爱的哲学 那么这个 这种莎士比亚的就是说这个浪漫爱情 罗明欧与朱利叶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食丧事 说明了什么呢 这两个人是完全是小孩的 完全是互相崇拜 崇拜对对方崇拜的五体投地 那真是五体投地 这就是小孩的爱 对方要死要活的 不管死活的这种这个爱 互相崇拜 而且完全平等的爱 真正的爱都是完全平等的爱 这下面我还要提到 就是不是这种浪漫爱情的爱 也有一种完全平等的爱 纯真 纯洁 纯粹 没有任何的利益考虑 这家族的仇恨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根本就不存在 不计利益 完全是不计利益的 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表现刚才的十四行诗 就是刚才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十四行诗 罗密欧显影四行诗 朱丽叶四行诗 然后罗密欧和朱丽叶联合六行诗 后边还有两个两行诗 所以他们的触吻 出自他们的这个爱的出自的表达出吻 这表现的真是一个应该说是既有严格的形式 十四行诗的形式 又有呢 这个激情 这不可这个不可逆的一种激情 这是真是了不起的 轰烈烈的爱情 但是爱情呢 又有这种形式的约束 我们知道它是家族 是两个有势臭的家族 在这个家族的重压之下呢 这爱情很难生存 所以他们呢 有一些画表现的 虽然看起来都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哲学 比如说朱丽叶这一段 朱丽叶说 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阳台这一段 罗密欧罗密欧 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 否认你的父亲吧 抛弃你的名字姓名吧 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 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 我也不愿意再行capulate 然后这个 这实际上它是一个独白 他不知道罗密欧在那个地方 但罗密欧实际上在那听着呢 朱丽叶继续说 这一段看起来就说 讲的都是爱情 但是同时呢就说 我们管家族干嘛 不要管家族 这实际上在哲学上讲 也是非常的唯明论 唯实论 就是这个realism nominalism 唯实论与唯明论 是中世纪经验哲学 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 形成的两个对立派别 唯实论认为 一般概念是真实独立的 先于个别事物的存在 而个别事物则由其派生出来 故比个别事物更根本更实在 而唯明论则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 认为共相厚于事物 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 哲学上实际上是有很深的含义的 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人也是非常重视 唯明论与唯实论的区别 所谓的唯实论realism 那么认为 我们很多的这些概念 实际上都是有实在意义的 所有的概念都是有实在意义的 没有概念就没有存在 因此呢 所有的具体的东西 它都有一个本质的 essence 有本质 那么所谓的这个 威明论呢 就认为 实际上这个 就是一些具体的东西 你是不可以把它抽象的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具体的东西 不可以抽象的 所以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那么朱利耶在这个地方呢 他实际上涉及的就是 威明论与威诗论的这么一种关系 比如像莎士比亚的东西 这个莎士比亚的 研究莎士比亚的 光是研究莎士比亚的 哲学的数据有很多 为什么莎士比亚 就是有这么多研究的可能性 就是它的所有的台词 不管是形式和内容 都有可以说的地方 就是这个 看这么简单的台词 但是它实际上涉及到 一个哲学上的 威明论 威识论 那么这个就是两个方面了 一个方面 朱利耶好像表面上说 说这个 你叫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啊 实际上我们 这个名字又不是手 又不是什么 它不是身上的任何的一个器官 你管它干嘛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实在的东西 我的手 我的这个脚 我身上的器官 或者就是整个这个人 这些东西才能是一个 这些具体的东西组成一个人 这就是所谓的 威明论 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的 这威识论的话呢 实际上等于是这个 你性这个性 就决定了你的本质 这个实际上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有的教养 都是要经过好几代人的积累 当然有的不是家庭的问题 还是有的是一个 整个文化的一个积累 都是要好几代人的积累 没有积累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积累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名字 真是就是一个名字 没有这个名字 你就不可能有这种积累 这就是威识论 所以这两个东西 这个变重关系 要解读起来 还有很多很多的 可以解读的这种余地 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段 13岁的朱丽叶 他讲的是爱情 但是呢 非常的有哲学的深度 有哲理 那么这个剧 时间也非常紧凑 它是周日早晨到凌晨的 周四凌晨 时间 实际上这个时间就是 于死亡于是 于这个赛跑 那么我们知道喜剧 往往都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所谓的喜剧 最后都是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但是悲剧是不一样的 悲剧是有时间观念的 那么再总结一下就是 实际上这是一个浪漫爱情的 就是互相崇拜 平等的这样一个爱情 纯真 纯洁 纯粹 不及利益 但是呢 非常的排特 所有的爱情都是排特的 那么比如说 罗米欧一开始好像死去活来的爱上了Rose Line 但是一看到朱丽叶 马上Rose Line 跑到脑后了 就他非常排特的 就是根本就别人就都不存在了 自己的一切 以前的想法都不存在了 什么都不存在了 完全都不存在了 这个排特是绝对的排特的 一切外部的外界的自己的历史 都不存在 只有爱情 这个世界上就只有爱情了 别的什么都不存在 而且杀人也不眨眼 我们知道这个剧当中就是 后来这个罗米欧在这个坟墓当中 就Paris也来了 后来就把Paris给杀掉了 对于他来说是杀人也不成问题了 所以爱情有的时候也挺可怕的 莎士比亚在这个剧当中是 强调了一种这个纯真的浪漫的爱情 但在莎士比亚的其他的剧当中呢 实际上讲了很多的不同类型的爱 我们这个世界真是需要爱 但是就是需要这个对于各种各样的爱呢 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就是 亚里士多德认为呢 这个爱情 就是和刚才和罗米欧诸列的爱情 应该是一样 是平等的 亚里士多德 古代先者 古希腊人 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 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堪称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 他是柏拉图的学生 亚里山大的老师 公元前335年 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 旅克昂的学校 被称为逍遥学派 现在有些人 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叫Terry Eagleton 他有一个就是 就是阐释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他说这个爱 什么叫爱呢 爱就是双方互相为对方 创造一个对方可以自由发展的这么一个空间 可以这个繁荣的空间 flourish 健康发展的空间 就是互相为对方 提供一个可以健康发展的空间 这实际上非常难的 而且他说了 爱必须是什么呢 平等的 如果不平等的话 不叫爱 真正的爱应该是互相的 必须是互相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罗密欧与朱利亚这个爱 真是人类当中最伟大的爱 他互相崇拜 而且互相就是真是平等的 不尽一切利益 所以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些书的 爱的反面 仇恨邪恶 仇恨和邪恶也是一个影红的主题 仇恨和邪恶是有的时候是同一次的 那么这个 罗密欧与朱利亚这个 他们的环境就是仇恨的环境 这种仇恨的环境 像威尼斯商人当中 Shylock 他感觉到这种仇恨 也是充满仇恨的 就是犹太人和其他的种族的仇恨 挺有意思的 2008大概是2008年的吧 韩国有个木花剧团 这个剧团是韩国非常好的一个剧团 他们据说在韩国木花剧团带过的人 带过的演员 到了任何其他的一个剧团 都找工作非常容易 非常好混 这个剧团在2008年 他就是导演了 上演了一个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利亚的版本 这个版本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呢 我们知道在莎士比亚的 这个罗密欧与朱利亚这个剧作的结尾是 这两个小孩为了爱情 这个一个为了爱情为了跑出去 就吃这个牧师给他们吃药 吃药呢 让他第二天都醒过来 结果呢 没通知到 因此两个人就都属于是意外死亡了 我觉得应该是意外死亡 都是命运不济嘛 意外死亡 后来这两个家族一看 我们这个大人这干了什么事情 本来这两个人轰轰烈烈烈的这个爱情 这后一代可以过得很好 而且他们都有爱情 两个家族完全可以和谐相处 可以这么好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不靠谱的爱 不靠谱的仇恨居然把大家搞得这个样了 所以两家的和好了 就天下太平了 以后就大家过得非常好 但是韩国这个木花集团 我估计是韩国人 可能对于韩国的这种状态 他们有一些担忧 就把这个结尾全部都改了 改成生了 这两个家族一看 都是因为你 我的孩子才死掉 那个家族说 我因为你 我的孩子才死掉 打吧 就开始打 最后一个人都没生 全部给杀死了 两个家族最后全部灭绝 就这样了 所以估计 我不知道 这是08年 韩国有些人就这么想了 到了今天 如果韩国和朝鲜 还那么一天到晚互相抢 所以这个仇恨 到了最后的结局 如果是仇恨的话 也不会是好结局 这个东西 虽然这莎士比亚讲的这些剧 看来是文学 看来是一个 好像是虚构的东西 但是与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 就是现实的很多东西 都可以在文学当中 找到一个反应 而且通过对于 这莎士比亚的这种解读呢 像是木华集团的解读 演得也非常好 就是像我们就是真实要 要思考一下 比如像韩半岛 这种互相仇恨的 这样一种情况 最后会有什么结局 那么这个奥赛罗 我刚才提到了 戴斯蒙娜和奥赛罗的爱情 它两个人是不对等的 完全不对等 这不对等 你既然不对等的话呢 就有人要捣乱了 像亚狗 他就是仇恨这个奥赛罗呢 这个也挺奇怪的一个现象 你说爱情是一个互相平等 互相爱 亚狗这个仇恨 这仇恨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 现在很多人研究仇恨 是因为世界仇恨太多了 仇恨是什么东西呢 亚狗 他提出了很多很多 仇恨奥赛罗的理由 他说奥赛罗本来是应该 提拔我当他的副官 他没提拔我 提拔了一个很不靠谱的人 那个人也没打过仗 我是一天到晚打仗 而且打得非常多的仗 他不提拔我 这是一个理由 后来他说这个 我怀疑这个奥赛罗和我 和我老婆睡觉了 然后又 反正就找了很多很多理由 所以这个仇恨往往就是说 是没有理由的 你如果对一个 恨一个人 有无数理由恨这个人 没有一个真正的理由 那么就是说是一种抽象的 普遍的 一种普遍的一种怨恨 这个人存在的那个地方 就爱你的眼 你又觉得他不舒服 还是需要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文学 了解一下文学 对于这个东西的建构 那么爱和恨 在文学当中呢 它往往是冲突和对立 爱和恨 是互相会反面的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辩证 就是他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因为实际上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爱有的时候 是一种轰轰烈烈的 没有什么理性的 有时候也是没有理性的 大家经常说爱是盲目的 所以没有任何理性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对爱的执着 也可能会有二里背反 互相转化的两个极端 但是就是由于这个 非常的一些含糊性 有些模糊地带呢 就是更需要我们关注这个问题 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 哲学的解读 电影的解读 来关注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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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